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欢迎大家收看屈基TV 这个是屈基焦点栏目 我是邓飞校长 我们继续讲回立陶宛的亡国和复国的历史经验 当1864年至1904年 这个将近半个世纪 即是40年 这40年里面 沙皇俄国对立陶宛做一个文化侵略的工作 的时候 立陶宛人是如何自我保护自己的文化 如何如何传承自己的文化呢 这个才是值得我们去参考 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经验 在这个时候 真是很有趣 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运动 叫做立陶宛图书走私运动 这是一个历史的名词 走私运动最初是如何来的呢 最初是由立陶宛的一个天主教的大主教 这个大主教叫做雅兰修斯 当他知道沙皇俄国准备在立陶宛推行一个消灭立陶宛语言文化的政策的时候 他就向沙皇俄国的总督提出一个 可不可以豁免一件事呢 豁免什么呢 我天主教的所有宗教的文献 我天主教里面的祈祷的文书 可不可以继续用拉丁化的立陶宛文 不用俄语西利尔文字的立陶宛语呢 可不可以有这样的豁免措施呢 因为如果他硬用俄文去读一些天主教的祈祷文呢 可能读到不湯不水 在这个时候 这个俄国的总督 OK 没问题 在你天主教的祈祷文里面 可以豁免这个语言的禁令 你可以继续用拉丁文 可以继续用拉丁化的立陶宛语 不需要用西利尔文字的立陶宛语 你可以做这样 谁不知呢 原来这个雅兰修斯大主教是另有所图的 你说吧 你这个总督说豁免 好 我就充分地用这个豁免的机会 结果他就利用宗教的便利 偷偷摸摸摸在国内 还有后来在国外 国外邻近的地方 偷偷摸摸摸资助在海外的出版社 继续出版立陶宛文的图书刊物 还有报纸 甚至一些文学作品 出版之后 慢慢走私运回立陶宛 到1875年的时候 雅允修斯大主教就病世了 但他病世之后 他这个事业就被其他的主教 和一些立陶宛的知识分子继续继续继续 到1883年的时候 就有了一份报纸 1889年有另外一份报纸 这两份地下案物 一份就叫做黎明 另一份就叫做忠声 黎明应该是183年的 忠声应该是189年的 这两份报纸 其实背后都有天主教 当然是立陶宛天主教 立陶宛天主教教会 背后的支持在这里 偷偷摸摸这两份报纸 开始就在海外出版和印刷 印了之后就专门给立陶宛人 运送走私回到立陶宛 然后在立陶宛的社会里面 传播这种立陶宛的报纸 立陶宛文的报纸 图书等等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很亮丽的景观 就是什么呢 如何亮丽的景观呢 现在如果你去立陶宛旅行 去波兰旅行 甚至去某一些 德国 还有美国 因为美国也有很多立陶宛的移民 立陶宛人的移民 他会有一些的数象 那些数象很有趣 数象就是一个人 那个人就背着一个很大的包袱 那个人就微微弯低一条腰 你怎么会弯低一条腰 走私 准备走私 不是合法的 背着五大包袱 那个不是圣诞老人的礼物 包袱后面就是立陶宛文的图书 报章 雜誌 那什么做呢 走私 在欧洲其他地方 甚至在美国印了立陶宛文的 著作 刊物之后 就走私回到沙皇俄国管制之下的立陶宛 然后分发给平民百姓 从而令到立陶宛的文字 历史 宗教 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这个 就很厉害了 所以立陶宛人走私图书 就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 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景观 如果大家以后去立陶宛 或者去波兰 去某些美国的立陶宛社区里面 英国也有 你会看到 是有这样的 数像在说 就是说立陶宛人背着包袱 背着书 在说走私 儘管我对这些数像的真实性 是有保留 为什么 你背着这么大的包袱 怎样走私 怎样门得过海关的官员 这可能是一个艺术化的表达手法 在这种情况下 有两个影响发生了 第一个影响 因为沙皇俄国在立陶宛 推动的一个强制性的 俄语化的文化措施 造成了很多立陶宛人 我不读书了 因为那些学校里面 只是得俄罗斯文的 或者俄罗斯语 改造过的立陶宛 的课程 造成了立陶宛很多的家长 不读书了 走 这样就变成了很多失学的人 在立陶宛 失学的人数 突然 在19世纪 暴增了 原本波罗的海三个国家 入学水平 教育水平最高应该就是立陶宛 但是经过俄罗斯的吞併之后 反而失学的人上升了 这是第一个后果 第二 失学的人上升了 并不等于文盲多了 我看到有些评论 在19世纪 立陶宛人文盲的数字 不是 而是那些人 不上学 不上学就变成了回家 由家长 由天主教的教士 或者由一些 民间的补习的老师 用这些走私回来的 立陶宛的图书 去教育小朋友 这就带来第二个后果 立陶宛是一个贵族社会 立陶宛的贵族 虽然他当然是懂立陶宛语 但是对于贵族来说 他首先觉得 最上等人的语言 应该是波兰语 所以立陶宛的贵族 其实 他不一定是用立陶宛文字 他比较多是用波兰语 来进行沟通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整个贵族社会主流都用波兰语 的前提下 立陶宛的民族主义的情绪 不会太高涨 因为那些上等贵族 基本上都不是用自己的语言文字 你是用旁边的波兰语 你也不是真的用 立陶宛的文字 好了 现在因为沙皇俄国 推动一个强行的 俄罗斯化的措施 俄罗斯化的措施 除了针对立陶宛语之外 亦都针对波兰语 再加上在一月革命里面 立陶宛的贵族 已经被俄国 打倒了一班 打倒了一班之后 那就是说 立陶宛贵族流行的波兰语 亦都是被俄国禁制的 那这里 波兰语 对于立陶宛的社会的影响 就开始消退了 反过来 因为这些海外印刷出版的 立陶宛的文字 的书籍 用走私的办法 运回到立陶宛的社会里面 立陶宛社会平民百姓 本来都不懂波兰语 只不过都是懂 立陶宛语 好了 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了这批走私的立陶宛的文字 的书籍 报刊雜誌之后 反而令到立陶宛的文字 普及化的程度 还超过了以前 明白吗 这是一个耻道不及的后果 俄罗斯的语言禁令 禁止使用拉丁化的立陶宛语 结果出来 第一 打压了波兰语 第二 他没有办法打压那些 走私的立陶宛语的作品 在整个立陶宛的社会里面 普及下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反而令到立陶宛的平民百姓 民族文化的觉醒 民族文化的传承 民族意识的觉醒 大幅度提升了 提升到什么地步 提升到 俄国的知识分子 都同情立陶宛人 当后来沙默俄国 打算採取一个更激烈的打击 所谓的图书走私的活动的时候 反而令到俄罗斯社会里面的知识分子 反对 觉得你不应该这样 打压立陶宛人图书的走私 你不应该这样做 是很有趣的现象 反而还感染了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 虽然亡了国 但由1864年至1904年 40年的光景里面 所谓的立陶宛 图书走私 成为 令到立陶宛復国 令到立陶宛平民百姓 保持着一个文化传承 令到民族的意识的觉醒 起到一个 决定性的作用 这是立陶宛的一个 很大的特点 其他国家没有这个现象 好了 第一次复国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很艰辛 一点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中间的故事情子也很复杂 我尽量简化来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 德国和沙皇俄国 大家是敌人 敌人的时候 沙皇俄国不够德国打 德国在1914年 一次大战爆发 1915年德国的大军 已经到沙皇境内 直投 德国军队占领了立陶宛 赶走了俄国人 赶走了俄国人 赶走了俄国人之后 德国人就觉得 不如这样 开始打算直接管 立陶宛后来觉得不行 他也没有这么精力去管 扶持了一个叫做 立陶宛皇国的傀儡政权 表面上他叫做立陶宛皇国 实际上是什么呢 他是附属于德国的占领军 但是不要紧 变相令到他复国 尽管这个复国 立陶宛皇国 只不过是德国占领军之下的 是一个傀儡政权 你不要管 总之他就复了国 复了国之后 刺激到立陶宛人 觉得 很快我们可以恢复自己的独立地位 历史来到1918年 1918年德国被击败 德国成为战败国 俄国也在1917年 爆发苏俄革命 苏俄革命爆发之后 苏俄取代了沙皇俄国 建立一个苏俄的共产政权之后 在这个时候 亦想重新修复 失去的领土包括立陶宛 在这个时候 这里很复杂的 最简单的说法 苏俄的红军 进入到波罗的海 这三个国家里面 尤其是进入到 抵抗最激烈的就是立陶宛人 抵抗最激烈的时候 大家就打了 打完之后 苏俄的红军就撤退了 撤退了之后 另一个 老的 祖宗又出现了 就是波兰 波兰也是独立 波兰也摆脱了沙皇俄国的统治 变成了独立的波兰共和国 在这个时候 波兰在想 历史上波兰和立陶宛是同一个国家 立陶宛也是我自古以来的历史的领土 结果波兰的大军就顺带打到立陶宛里面 波兰不单止打立陶宛 波兰还打俄国 宜得巴得打到莫斯科 波兰是第一次吃大战之后 也是一个好战的国家 又打俄国 又打乌克兰 又打立陶宛 又打立陶宛 亂七八糟 打之后 很短暂的波兰 吞併了立陶宛 大概是1919年到1922年左右 在这个时候 波兰很短暂的吞併了立陶宛 但立陶宛最后奋起反击 因为波兰在立陶宛已经不流行 那些贵族階层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波兰的文化对立陶宛的影响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 在这个时候 立陶宛人终于重新得到一个独立的地位 重新建立立立陶宛的共和国 但是 第一次复国的立陶宛共和国的内政是一片混亂 为什么一片混亂 因为里面的政党实在太复杂了 有些是亲属俄的 他又巴不得 好像是属俄建立一个共产政权 有些政党 有些是亲波兰 尤其是立陶宛的旧贵族階层 是亲波兰 有些是亲西方英国法国的政党 亦都存在的 有些是什么都不亲 不同的政治力量不断糾合 不断的纷争 纷争到后来也爆发了一些军事政变 直到1927年 一个军事独裁者 军事独裁者 发动了一场政变 推翻了 原本的共和国的政体 自己成为一个独裁的总统 成为一个独裁总统 1927年立陶宛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但是它是一个独裁的政权 独裁政权 然后大家要留意 立陶宛的经济从来都不差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一直到战后到1929年之前 立陶宛的经济是很繁荣 繁荣到什么地步 甚至有 欧洲人称立陶宛是一个小巴黎 很繁荣 工人的薪金水平也不低 也很高 谁知道到了1929年 1929年因为全世界经济大萧条 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工人失业 农产品也滞销 农民的生活指数下降 农民的暴动也频繁发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 内部要对付一个经济萧条 带来的社会不安 外部有波兰的强敌 后来慢慢出现的 苏联 苏俄开始 改造成苏联 更强大 以及 希特拉都开始准备上台 纳粹德国 强伦在野 自己内部有一片混乱 在这样的情况下 才助长了一个 独裁统治的出现 这是立陶宛的第一次 復国 不是说復得那么开心 復了大概 20几年 就出现了第2次亡国 第2次亡国是什么呢 就不关波兰事 就是希特拉的纳粹德国 和斯南的苏联 纳粹德国和斯南的苏联 其实不是对于立陶宛 首先对于波兰 就觉得波兰这个国家 不如这样 我们好像历史上 再次将它瓜分 一开为二 将它剁开 一段是归德国 另一段是归你苏联 就是吗 就是 对于斯南的港界制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是制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立陶宛 是不是也要剁开它 除了立陶宛之外 在北边有两个 波罗的海有三个国家 结果1939年的时候 纳粹德国希特拉 和斯大林的苏联 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这是一个臭名超注的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 大家又再一次 瓜分了波兰 五分三的波兰 归德国 五分二的归苏联 就这样瓜分 而立陶宛 原本按条约 应该是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 后来斯大林 成功说服了希特拉 你以为来做什么 给我吧 结果变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 留意 希特拉只是答应 这是你的势力范围 没有答应你吞併他 谁不知1940年的时候 苏联大军直接进入波罗的海 这三个国家 包括进入了立陶宛 不是说是势力范围 直接吞併了人 吞併了人之后 扶植了一个所谓的 亲苏联政党 就是立陶宛共产党 扶植他上台 上台之后 就自愿 成为苏联的其中一个 加盟共和国 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失去了独立地位 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成为 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 埃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这件事是激怒了希特拉 觉得 我当初答应你的时候 只不过是说这三个国家是你的势力范围 我没有说你直接吞併那么坏 但是他吞併了 斯大林说我吃了他 你怎么样 到了1941年的时候 1941年的夏至 6月很易记 德国就入侵苏联 德国入侵苏联的时候打得很精彩 打得很出色 入侵苏联的时候也顺带佔领 立陶宛 破坏了当地 工农业的基础 破坏得很厉害 组织立陶宛反苏联的军队 因为德国人很清楚知道 尽管立陶宛人并不喜欢纳粹德国 不喜欢希特拉 但是他们会更加讨厌苏联 他们更讨厌苏联 除了讨厌苏联 也讨厌俄罗斯 因为他被俄罗斯统治了这么长时间 他当然讨厌他的 但是对于立陶宛人来说 他是很同情犹太人 立陶宛做了一个很大的善举 当希特拉德国的军队在立陶宛境内搜捕犹太人 立陶宛人跟其他波兰人 法国人完全不同 得罪一些说句 波兰法国 很多人在配合纳粹德国 或者放纵德国人去拘捕犹太人 不会保护犹太人 立陶宛人愿意 立陶宛人够義气 偷偷摸摸保护犹太人 儘管 犹太人在立陶宛境内 九成都被搜捕 但是立陶宛的民众也真的保护了很多很多的犹太人 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以色列成立了 以色列政府加许了很多 所谓的立陶宛保护犹太人的义士 加许了几百人 几百人都有勳章 真心地多谢立陶宛人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立陶宛是很多的平民百姓 愿意 参与到纳粹德国的 军事部门里面去 做什么 抵抗苏联 打苏联 谁不知时间来到1944年 苏联反攻成功 打到德国境内 最后希特勒德国灭亡 在这个时候立陶宛 亦都会被苏联重新占领 从苏联的角度来说 修复立陶宛加盟共和国 在这个时候立陶宛亦都重新忘了国 第二次的亡国 现在面对的俄罗斯不是沙皇俄国的俄罗斯 而是苏联的俄罗斯 苏联对立陶宛的打压 不同 沙皇俄国的打压 沙皇俄国对立陶宛的打压 主要是一个语言政策上的打压 但是苏联不是这样 苏联尤其是斯特林 斯特林有一个很怪的偏好 就是人口大线 将那些少数民族的人口 搬来搬去 他不只是针对立陶宛 不只是针对波罗的海那三个国家 他是针对所有境内的 所有的少数民族都针对 乌克兰人他也针对 哈利米亚半岛上的 塔坦人他也针对 塔坦人就是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后代 或者是中亚那五个斯坦 的少数民族他也针对 怎么针对呢 就是将人口搬来搬去 就将欧洲的少数民族 搬去西伯利亚 你看俄国的文学創品 就知道 西伯利亚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最适宜拿来做流放 结果斯特林就将东欧包括 立陶宛的人口 大量强迫 将它搬去西伯利亚 迁征 在那里 在那里 表面上改造 表面上开发 实际上是自生自灭 在那时候爆发了好几次 的人口的大迁征 其实也挺恐怖的 1941年 其实当时是说 苏联已经知道希伯利亚是准备入侵的 在入侵的前前后后 苏联已经是发动一个 六月行动的人口迁征 将 立陶宛的一批人口迁征 到西伯利亚 1949年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就发动 第二个规模 更加大的人口迁征 他起的名字 起得很浪漫 名字叫做 冲浪行动 不知道 我以为 这是做什么 冲浪行动 强迫立陶宛人 从立陶宛迁征到西伯利亚 数以十万计 我自己统计过 大概有二十多万人 我刚才说了 立陶宛人 只有二百多万人 二百多万人 有二十多万人 被迫迁征到西伯利亚 十个里面有一个 而且很凄凉 那些迁征去的有几个特征 第一 知识分子 第二 大量的妇孺 妇女和儿童 大量的 而当时斯兰林用的名义 打击地主富隆 我们是一个小主义政权 对于地主阶级 富隆 必须要将他 在阶级上清剿 要消灭 立陶宛人里面的地主富隆階级 搬到西伯利亚 用这个名义 把这些人口迁走 还有 在二次大战期间 立陶宛有很多人参与了纳粹德国的军队 这些人也是一个重点打击的对象 大概由1949年 这个冲浪行动 由1949年到1956年 持续进行 持续进行到1956年 苏联共产党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 历史上很出名的 叫做苏共二十大 苏共二十大对于苏联历史 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转裂点 有什么意思呢 在二十大上 苏联领袖克里尔夫 第一次清算斯大林 对斯大林统治期间的 各种内内外的政策措施 采取一个全面否定的态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 既然这些人口迁律的行动 是由斯大林发动的 苏共二十大的时候 就放缓了这些迁律 甚至是容许 遵对西班尼亚的小数民族 包括立陶宛人 能够 搬回到自己的原居地 这才结束了 1949年到1956年 这个冲浪行动 对于立陶宛人 人口社会的变迁是很大的 这就是苏联对立陶宛的 所谓打压的措施 这跟沙皇俄国不同 沙皇俄国用语言政策 苏联用人口迁律 这是很典型的斯大林做法 那立陶宛人怎么反抗 立陶宛人的反抗 除了继续用图书的走私行动 继续做之外 然后出了一个很出名的 一个很出名的行动 叫做森林兄弟 森林兄弟其实是一班游击队 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的时间关系 我不详细说森林兄弟的游击战争 是一回什么事 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开一个专题 就是说波罗的海三国 森林兄弟的游击战争 到底是怎么做的 这个游击战争可以说是 二战到冷战初期的 一个很重要的 秘密行动 很重要的 这个秘密行动 亦都相当诡异 什么叫森林兄弟 因为 波罗的海那三个国家 没有什么高山的 不过有大量的森林 有大量的森林 在传统上 在森林里面 欧洲的童话 神话里面 在森林里面 会出现很多 好像 合道罗宾汉 所谓的 大道 或者是大俠 所以森林兄弟 本来的意思是 这样的 但是在立陶宛语里面 森林兄弟 还有一个解释 就是那些在森林里面 躲在的农民 或者是老师 他们就在森林里面 从事一些游击战 和反抗 因为二次大战期间 西方盟国 英国 美国 那些国家 那些情报单位 那些情报单位 尤其是英国的 军情六处 英国的特别行动大队 他就将大量的武器装备 偷偷地转移 给 立陶宛的游击队 这些立陶宛的游击队 留意 他主要不是反德国 他最主要是反苏联 所以当德国是 败局已定 德国军队要撤出的时候 苏联红军重新 进入到波罗的海的时候 这一班森林兄弟的游击队 一方面他得到了 英国 美国 甚至瑞典 芬蘭的 情报单位的支援 另一方面 其实很多人曾经参与 纳粹德国的军队 去打过苏联 所以有很充分的 战争军事经验 有很充分的 对付苏联红军的 战斗经验 在这个时候 到了1904年到1956年 这段时间 1904年到1956年 这段时间 这班森林兄弟的游击队 慢慢慢慢 由反德国 纳粹德国 变成反苏联 即使苏联收服了这些领土之后 他们继续反苏联 继续反苏联 继续利用着波罗的海 茫茫大森林里面 去对苏联 进行一个的游击战争 尤其是立陶苑 在讲森林兄弟 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之中 森林兄弟的军事实力 最强的 经验最丰富的 一定是立陶苑的游击队 立陶苑游击队是最经验丰富的 好像人也是最多的 这是很有趣的 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这里的时间关系我不一一细讲 大家要记住 森林兄弟 森林兄弟很出名的 而且 他们有战律目标 两大战律目标 第一 大家知道 苏联 要控制一个地方的时候 要建立地区的组织 地区的政权组织 一直深入到每一条村里面 他都要建立苏联的党支部也好 建立苏联的政府也好 建立苏联的军事基地也好 因为 立陶苑或者其余那几个波罗的海国家 都有很多的农村 除了大城市也有很多农村 而森林兄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 我要霸掉所有的农村 令苏联没有办法在农村建立任何的政权基础 尤其是立陶苑 立陶苑的森林兄弟甚至可以在1949年的时候 做到什么的地步 苏联红军只能够占领几个大城市 所有的农村都是 立陶苑森林兄弟的游击队牢牢控制着 苏联红军没有办法进入这些地方 苏联的KGB 克格勃 苏联的GRU 格鲁乌 总参务部下面的一支特种部队 是出到吃奶的力气 才可以进入到这些森林地带 去尝试清招森林兄弟 清招之后就尝试建立 苏联的地区地方的政权组织 是一步一步地做 但是你一步一步地做 森林兄弟一步一步地去反你 立陶苑人对付俄国人对付苏联 是绝对不会首远的 绝对不会首远 当然苏联对立陶苑人也绝对不会首远 也不会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时间一直到1956年 1956年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在我讲BBC那集里面 1956年就是匈牙利人 出现了反抗 苏联的一个所谓的革命 结果苏联就出动坦克 去镇压 镇压了匈牙利人革命 有兴趣可以听我讲BBC那集 镇压的过程之后 西方国家 英国 美国 完全没有出声 没有声援到他 在这个时候造成了森林兄弟 就有点害怕 因为森林兄弟的第二个战略目标 就是希望搞大件事 从而令到西方国家 能够介入 结果现在苏联大军 血声镇压了匈牙利革命 但是英国 美国 完全没有声援过匈牙利人 更何况国家实力 远远小过匈牙利的立陶苑 和另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 现在森林兄弟的士气开始瓦解 原来西方盟国是靠不住的 英国 美国是靠不住的 开始瓦解 第二件事就是 苏联潜伏在英国政府里面 有五个间谍 号称历史上叫劍桥五杰 因为五个人都是劍桥大学毕业 后来入世英国政府 劍桥五杰里面 都是英国人 但他是苏联间谍 其中有间谍就将英国支援 或者英美 这些西方民国 支援波罗的海 三个国家的森林兄弟的计划 以及具体的措施 就涉了给苏联政府 从而令到苏联的 军队 苏联红军 尤其是KGB 就可以利用的资料 滲透到森林兄弟的内部 从而令到森林兄弟内部的游击队 就开始你又怀疑我 我又怀疑你 再加上英美盟军 并没有支援过森林兄弟 所以森林兄弟的游击战争 大概到1956年就开始完结了 彻底瓦解 尽管去到1980年 80年代 具体必须不记得 一样还有森林兄弟的老兵 继续在森林里面打 那个阿伯 应该是立陶院人 好像六十几七十岁 一路打到1980年 到2000年之后 还有几百个森林老兵 老到不得了 依然是存在的 当然不是 还有打 纪念 在这个情况之后 立陶院人对苏联的反抗 除了继续持续 我刚才所说的图书走私运动之外 接着就是森林兄弟的 游击战争的反击 游击战争 没有了 打不到了 就是输硬了 在这个情况之后 立陶院人就改变另一个办法 就出现一个所谓的和平抗争路线 这个和平抗争路线 我不需要举例 因为对于香港人来说 并不陌生 为什么 得罪这些说句 从2012年在香港的反对国民教育事件 到2014年的 违法占宗事件 到2019年的黑暴事件 那些反对派阵营所用过的所有的所谓的 和平反抗的行动 很大程度上都是 学立陶院人 都是学立陶院怎样对付苏联 所以 立陶院的反抗运动 由森林兄弟的游击战争 这个暴力革命 转变成为一个所谓的和平抗争 那些和平抗争的手法 我就不需要一一举例了 你想想在香港 那十年发生了什么事 你套回到立陶院 大概相当于 分别不大 所以我一直都怀疑 香港有些激进的反对派 他的灵感 都是来自于 波罗的海那三个国家 不排除有这种情况 你说 研究一下波罗的海三国的历史 尤其是立陶院的历史 是否重要呢 很重要的 到了1990年的时候 立陶院宣布 独立 所有加盟和国之中 他几乎是最早宣布独立的 但是苏联不承认 不承认的话 又增持了一年多 又出动了军队 那些历史我就不详细讲了 在这里我再补充两句 第一句 立陶院的这段历史 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很值得我们学习 了解一下 一个弱小国家 如何对抗强敌 现在中国虽然是强大很多 但是对于整个西方世界来说 我们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 如何去面对一个这么强大的 西方世界 东南西北 包围中国 我觉得立陶院的历史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是值得学习的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留意屏幕 我给了一句拉丁文的言语 这个不是立陶院的拉丁文 是真的是拉丁文的言语 作为一个值得参考的句子 拉丁言语 跟中国诚语一样 充满着智慧 这句拉丁文是什么意思 完整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向任何人去学习 包括你的敌人 你的对手 你也可以去学习 如果我将它变成一个四字成语 就很简单 以敌为师 多谢各位 最后最后 记得订阅我们屈基TV的频道 留言 赞好 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